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黄景瑜,维和防暴队 想看数突破17万 相信顶流票房号照吗? 王一博的事业在多线发展 多点开花的光明进程中 他不仅在各个综艺上发挥稳健 在大热影视剧集中打磨演技 还进军了电影圈 今天有顶流王一博和黄景瑜主演的 维和防暴队就有了新消息 王一博黄景瑜,维和防暴队 想看数突破17万 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 由王一博和黄景瑜主演的正能量主旋律电影 维和防暴队的想看数已经突破了17万 一个维护世界安全与稳定 远赴海外执行维和任务的故事 由心爱的爱豆去演绎 想必非常带感 不得不说 顶流的号召力就是强大 词条迅速从30 等名次飙升到了第10位 很多喜欢王一博的粉丝 在广场上催更 希望电影能够早日定当 早点见到酷盖的演技进步 和帅气容颜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表明 17万想看人群中 有82.1%为女性观众 且主要分布在20-29岁年龄段 这个粉丝基本盘太厉害了 王一博和黄景瑜的魅力确实惊人 电影消费主体正好是这个年龄层的人士 双赢 王一博和黄景瑜穿上了制服 眼神坚定地望着前方 意志强大的防暴队形象瞬间体现 期待他们俩在电影中的精彩发挥吧 愿各位漂亮帅气的看官天天开心 你们喜欢王一博和黄景瑜吗 你相信顶流的票房号召力吗 对于 维和防暴队电影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来到评论区畅所欲言 说出您的真知灼见 期待您的关注与评论 一键三连谢谢